还有没有其他家人 分享努力之后的收获照呢 我有 这个是我最满意的一个成果 哇真的 演唱会吗 就是在工作的十年当中 终于在19年的时候 就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歌迷 这个很感动 其实我出道很早只是说 我是近一两年才开始大家认识我 对 当你自己真正在台上看到底下 你的名字出现 然后灯牌亮起的时候 什么感觉 你是什么心情 首先我会觉得就是 这一路努力以来没有白费 像我这种做歌手的 就是希望说能有属于自己的演唱会 能拥有自己的歌迷 喜欢我的作品跟歌曲 就很开心能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吧 但我也希望这个成果 它能持续的再久一点 会的 我刚才看到《切齐皮卡》了 2022年马上要有学年了 如果大家有空都可以来看 请我们看 我们去给你取这个 我们给你取 我突然坐在这想到了一个画面 就是过年的时候 会有七大姑八大姨 家里人会聚在一起 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尴尬的社交时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 我自己主动演的那种 从小就这样 从小就自己主动演 我这样竖着套 就像技工那头 里面还有小巧思 就是用那个夹子 晾衣服的夹子夹在头发上 然后就 里面还有这样子 就是好像突然间变成一把扇子 里面就是夹了夹子 逗家里人笑 你会被问什么 没有 我小时候就被Q才艺 对 Q才艺 因为你不是跳舞的吗 来 翻个跟踪 对 翻个跟踪 听个唱 我说给钱不 他们说给钱 然后就塞一张 然后我说不够 然后再塞一张 不够 直到最后我觉得钱差不多了 塞了十万 就不表演了 塞了钱就往口袋里一塞就走了 最后没演 钱拿了就走了 对 没演 翻个跟 看看我们今天拍的照片 咱们拍的很好吧 这是我们组的照片 这张也很好 这是谁 Sani Sani这张也好 而且我看了那张图 还原度非常高 这是让你蹦起来 是不是 但是我真的是硬蹦 我跟你们说 我就是硬蹦 看 这是小猪 等一下 这绝对好 但是这个应该出不了片吧 因为如果是模特的话 脸被雪砸了 我给他做个胸牌 做个胸牌 这个得打上名字才行 对 这是我 老实说这个姿势蛮好的 但是这个嘴怎么了 刘伟 就是很自然 就是那种 不是 是这样的 哈哈哈 你嘴可以笑 你的手是什么意思 姚迪 我手有这样吗 哈哈哈 不要歪曲我 哎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还原 还原度好高 其实别人摔的时候能马上反应 然后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很重要 我一看谁在我前面摔一地 我下风 会影响别人的心情 对吧 你看看今天前面一堆板的时候 多吓人 我想说你当时内心是什么 我当时就想说完了 我当时就是因为我看 就你们大家 你别 滑的挺好的 嗯 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我就学不会呢 就着急了 我觉得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就有点着急了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 我要证明一下我可以 就是我能做得到这些事情 我本来是滑到这边的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歪了 重心 就直接歪到你们那边去了 然后我一看到我歪那边去 我说 下课 没人听到我说话 听不到 等我听到你的时候 已经离我大概两米远了 怎么刹车啊 三弟 我第一期来录这个滑雪的时候 就是我跟杨迪摔得特别惨 跟你的感觉一模一样 就是感觉自己还不会呢 就上了个陡脱 直接就滚着摔到网里面去了 然后后来我就回去默默地 就你们挂在网上 对 挂在网上 上网了我们 然后我回去就默默地猥琐发育 然后就找了一个老师练 去学是吗 你真的在四年找了老师练了 我就是找老师练了 我想说我都来这个节目了 我摔了一次了 我再摔一次不太好 你看看你 好感人 自费去学 好 我们组是这样分配的 1.0难度呢 就由我来完成 然后2.0难度呢 刘维自从攀完冰之后 信心爆棚 他决定挑战一个跳跃版本 越跳越高 对 当然3.0就是 交给我们 值得信任的小猪猪 我们的偶像 你可以的 可以的 朱正廷真的很牛 我每次问他说你可以的 他说嗯我可以的 永远不拒绝 对啊 怎么办啊 好喜欢这样的队友 好适合结婚 问嫁吗 嫁 好 娶了 你 啊 啊 我觉得男姐在我那些当中 有一点是特别温暖的 嗯 就是 南姐特别会照顾到被冷落的人 是的 嗯 因为我之前很早的时候 我在宣传歌舞青春 然后我是在里面是男三 然后人家男一男二啥的 可能有很多互动 男三经常会没有互动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男姐 然后男姐就经常在我旁边 专门过来找我会跟我聊天 跟我说话 然后我就觉得男姐人很好 我就去微博 给他私信 跟他要联系方式 想跟他交朋友 然后从加上了之后 再也没有联系过 再也没有联系过 哈哈哈哈 你在这等着我呢 但是是真的 那一刻就觉得很温暖 从来没有觉得陌生过 就包括他的朋友圈 或者是哪次见面 从来没觉得陌生过 对 我也觉得就是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 其实我挺怕男姐的 你为什么怕我 真的吗 就是看男姐的综艺节目 感觉就是男姐 感觉是比较正一点的那种 结果我那天见了之后 然后不是 就男姐挺照顾我的 我们有没有比如说 孤独努力坚持 孤独 孤独还在努力坚持着的 换换圈 你看这个 这是我的 天哪 你最孤独的时候 就是你站在舞台上 却没有人为你鼓掌 甚至你在台上 多待的每一秒 他们都嫌弃 笑着活下去 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 好尴尬 你当时怎么了 你说说吧 就我本来还是一个歌手 我还是很想来做唱歌 但是我可能经常做综艺主持 其实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接受你的 在音乐这方面的表现 可能你的音乐作品没有受到大家喜欢 所以可能 我每次介绍别人出场的时候 大家都是那种很热烈的 但是当我自己要出场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紧张 那你会获得反响最热烈的一次 是什么时候呢 如果说最热烈就只有我出道 我觉得那是我最热烈了吧 因为我在05年拿了两个冠军 但是从那之后就 一直好像都没有机会 所以我在台上有时候不敢唱歌了 我觉得就是自己不够好 但是你现在不是还在坚持的 发音乐作品吗 对 就还在坚持 我跟你说做音乐最关键一点 就是你不可能就是 让所有人都喜欢你的音乐 你就自己喜欢就好了 对 每个人追求自己的作品 追求自己的音乐的方向不太一样 因为角度不一样 你是想要分享你的快乐 让别人跟你一起快乐 我能够做到这点 我肯定是开心 但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 那就让自己开心就好了 没有遇到过危险吗 很多次吧 像我们之前在新疆有一次拍摄 然后在那个大山里边滑 我们是不允许超过倒滑的 然后我们那天就超过了 然后在前面的人 他其实发现前面 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断崖 然后他也没有给我做出 即时正确的沙亭的手势 然后我就过去 结果到了旁边已经停不下来了 那只能跳下去了 哇 多高啊 十米左右吧 哇 当时那个时间 他就会一下子感觉你感觉停滞了 就时间特别长 然后当时下半身已经被在雪里了 整个人朝前扑过去 从趴着转到 就是面朝上 我大概用了有 接近三分钟的时间才转过来 对 有拍下来吗当时啊 当时是有印象的 敢复盘吗 自己在家看 其实是会看 但是看的时候 就是角度不一样 我们看的时候会想 那这次这个工作方面 其实不是特别严谨 那把自己陷到了危险当中 我们这个职业还是要 靠自主的安全意识来保护自己嘛 像什么护具啊 包括什么 其实对我们来讲 远远不如你自己的一个安全意识 那对对对对 他们继续 爱 世音話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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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爱 恋爱 爱 爱